大家好,我是爱收藏的天元 上一期呢,我们主要聊了一下明代中期的农文啊 它们具体有什么样的特征,以及区别它们的办法 这一期,我们就要主要讲一下这个明代晚期的农文有什么样的特点 以及它们呢,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 我们说到明代晚期,对吧 明代晚期主要指的就是嘉靖到崇祯这段时期 从嘉靖开始,这个明朝啊,就开始走向这个衰落了 整个明朝的国力就不太平了 但是这个时候出现了一种特别好的清料 这个清料我们都知道,叫回青 就是在那个时候有一种说法叫一两回青一两筋 回青呢,就叫佛头青 它的发色特别的紫艳 就真的跟紫妖水一样 但是回青有一个特点 它必须配着石油 它必须得配着石子星用 如果它不配着石子星用的话呢 回青烧出来的那个东西 你就看不清画的是什么 它晕散的会非常的厉害 这是这个回青的特点 咱们说回到龙文来说 就是从明代晚期来说 这个整个可能也跟这个明替国的这个国运 国事有关系 它那个龙画的也有点那种老太龙中的感觉啊 这个家境还好 家境真的还好 画镜的那个龙有的还看起来挺霸气的 但是你要看到崇祯 你就会觉得 崇祯那个尤其他特别有名 那个赵府的那个龙 对吧 正面龙 他画的就是老太龙中 还有那个五彩那个龙 就整个画的跟个老巫婆似的 那万历的龙更 官邀的龙看着挺逗逼的 还有一点就是明代的这个晚期 有一个很重要的时间节点 就是正面龙 我们知道龙一直看要么侧面形龙 对吧 要么就是什么团龙啊 但是这个正面龙 正要把这个正龙 从明代晚期家境时期才开始有了 这个东西如果你看到一个 对吧 宣德的永乐的正面龙 你都不用不用看 这东西肯定不对 因为那时候没有 就没有那种东西 正面龙是从家境才开始有的 家境的龙纹啊 它分两种 有一种龙 那个眼球爆出来 爆突出来 给你感觉那个 就那种 跟灯泡似的 那种龙啊 非常的好 为什么 它很贵 它少 还有种就是正常的那个眼睛的龙 一般碰到那种眼球爆出来的龙纹啊 那个是比较稀少 而且它的价值是很高的 然后家境的龙纹 它的这个特点啊 就是说 一个它使用回轻 只要我们能能看明白回轻 那你就不用多说 它肯定就是这个明代晚期 家晚时期的东西 它的这个龙纹给你感觉就是 相对于明代早期跟明代中期来说 它这个龙纹 还是会显得比较老态隆重一些 它不像 它跟早期肯定 那早期的龙看着很凶 这个中期的龙看着很文气 晚期龙就感觉 就是那种没精打采的样子 就真的是那种感觉 这是它的那个 气势上来说 从它的特点来说 就是 它那个鼻子 就很明显变成那种猪鼻龙 头发也往上竖 然后爪子 比这个 个人觉得 要比这个中期的爪子 看着要锋利 尤其你看家境时期 那几个官养的大的刚 它那个爪子明显 看起来要锋利的多 它的渲染呢 也会精细的多 真的也会精细的多 但是呢 总体来说 它此期的质量 是不如这个中期跟早期好的 但是它的这个清料 也可能因为我个人的原因 我是非常喜欢回青的 所以我会觉得 这个时期的磁吸 非常的有味道 然后就说到龙庆 龙庆没几年时间 龙庆比较可怜 也不是可怜 比较可惜 没有之正几年就挂掉了 然后龙庆时期的这个清料 尤其是它的这个 回青 是这家龙万三朝最好的 因为它那个清料的配比 非常的好 它那个时候的发色 不管是它的那个蓝眼的 紫眼的程度 蓝眼的程度 以及它那个稳定 就是它那种质感 都是这三个时期最好 然后龙庆的龙蚊呢 就会感觉中规中矩 你说它 在明晚期来说 不像佳境的时候 看着那么的 那么的 撑挡吧 也不知道 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但是就是又不像 就是万历史金的龙 看着草着 它比较中规中矩 而且二个就是龙庆 因为它只剩时间不长 没几年就挂了 所以说它的东西不是很多 再一个很关键点 就是龙庆时期的官窑的款 一定是大明龙庆年造 这个造才是官窑 如果你看到大明龙庆年质 这个质一定就不是官窑 它肯定是民窑 这是肯定的 再给咱们就说到万历 万历时间就比较长 万历也比较奇葩 咱们不说万历的事情 但就是他们这个时期的 这个龙的一个画法 就相当的草率 非常非常的草率 龙呢 画的就很老太龙 龙画的就简直就让我说 就不像龙 像泥鳅 你不说它是龙 人都觉得这是个啥玩意儿 对吧 它的龙画的非常的薄看 大鼻子 然后毛发杖术 它当然还具备这个 明代时期龙的特征 可是这个龙已经非常的 就像虫了 就不像龙了 然后就天气是非常的少 天气的这个 个人是没有找到什么资料 所以咱们就一笔带过 然后就像崇祯这块 你看崇祯的那个龙 就最有名的就是崇祯 那个赵福的那个什么 那个龙 那个是观摇 那个龙是个正面龙 就感觉像个老巫婆似的 然后崇祯这已经到了 明朝的末期了 确实在国立各方面 都不是很像 所以它的龙画的就非常的 怎么说啊 就是很老太龙龙 整个感觉没有劲儿 没精神 不精打采的 你去仔细看那个龙的 那种感觉就是 一个是无精打采 而是给你感觉阴瑟瑟的 这就从感觉上来说 再一个就是崇祯时期的 这个龙也不多 我们能够看到的 崇祯的龙非 就是那个正面那个龙 还有一个五彩正面 你说你去找 这个崇祯的形龙度 不是很好找 确实不多 因为这个时期 已经战乱的很厉害 这个招募保兮的 所以这个 因为明代的这个 玉瑶跟这个清代 还不太一样 他们这个制度不太一样 所以说也就没有好 降人去好好去 少有个东西 所以你去找也不好找 然后就是 还有一些其他指点 就是什么 比如说你像那个赤龙 那种像的那个 壁虎式的那种龙 赤龙 那个东西是 嘉静才开始有的 明代晚期才开始有的 但是从明代晚期开始有后 这明 加龙 万 还包括天启 一直到这个康熙 它都有 但是它的样子都有些变化 也是他们这个时期特有的特征 这个时期最关键的 其实个人认为 没有什么太好的亮点 我觉得 这一样我觉得比较好的是 这个回星料 明代晚期的回星确实很棒 再一个就是 崇祯的东西 真的很好 崇祯的这个著名料 你甭管它那个龙画的怎么样 那个价格是很贵的 你为什么 因为它少 再一个它确实画的也比较细 虽然那个气势是不如这个 明代早期 中期这种神仙级别的东西 可是它的这个化工 着实还是很细 龙纹吧 反正价格很贵 大家去看那种正在正面龙盘 今年的这个拍摄会 应该就100多万了 那东西 然后但是你去看它那些人物 崇祯的这时期 但延展一下 崇祯时期的人物真的画得很棒 这个东西也很贵 而且那个东西大多还都民谣 可能但是有一些崇祯时期 人物的民谣的价格 远远高于这种官邀 那是很贵 当然这是题外话 对于我们收藏来说 明代晚期 是一个目前来说 比较热的收藏的点 因为是第一 它也有量 我们去买也能够买得到 它不像你说你真的 你去找一个容乐宣德的东西 你去找一个成化红枝的这种东西 还不好找 但是你说你踏踏实实 我要找一个加万的东西 还是能找得到 你花钱买得到 所以说目前来说 这个时期的东西还是比较热的 然后它的价格呢 说句实话 我觉得是真不贵 因为我的朋友 今年 今年吧 今年年初 才拍了一个 这个 家境的官邀的一个龙腕 我可以把图片放给大家 这个龙腕 当时在加德买的 也就落锤价二十万 三十公斤就二十多万 二十二十二万 二十三万 反正就这么价格 很便宜 二十多万 你买一家进官邀 对吧 回青的还是龙腕的 你想一个 一个这个倒光的龙腕得多少钱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期的东西还是很便宜的 个人觉得还是很值得咱们藏有入手 这也是个人的一个小小的看法 不是说一定大家就要跟着我这个建议去收 所以说属于比较个人偏好的东西吧 OK 这期视频就到这 我呢 是爱收藏的天元 喜欢我的视频呢 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